有时候蔬果生产过量,常常必须见价出售 许多农民辛苦一整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导陆加工多年的巴黎一间观光休闲农场 就透过农产加工的方式来疏解这样的压力 提到巴黎区的农特产品 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香甜多汁的文旦柚 柚子除了可以直接吃 巴黎这间观光休闲农场就研发了许多柚子的加工品 有效解决有时候多产的问题 农产品过剩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应该要导入一些做加工 那这样的话它才能疏解农产的生产压力 或是说把一些比较劣质的 或是说比较差一点的先拿去做加工 这样它是可以稳定市场 而且可以增加农民的一些收入 或是增加一些厂商的收入 那不一定说很多水果都是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加工 那其实台湾本身的有很多水果也是非常好的 蔬菜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政府也慢慢注意到这个现象 因此有不少单位都提供了农产品加工研发的服务 让有兴趣的农友可以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进一步研发自己的农产加工品 像桃圆农改厂它就有一个叫做食品加工室 然后你只要把比如说我把柚子拿去 然后我想要把柚子拿去 然后做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跟他讲 然后甚至他就会帮我们做开发 他那个农委会在桃圆农改厂 或是各农改厂都有这些加工人员 甚至有加工室 你如果不会做他可以先帮你开发 然后教你怎么做 甚至你在那边做 然后做完之后 然后变成你的商品 这是政府很 我觉得这几年他观念有比较改变的地方 就是他协助这些青年农民除了教育 可以去哪里上课 然后教你怎么做以外 农改厂他们有设备有专人 然后帮你做研巴 然后教你怎么做 然后做一系列 透过农产品的加工 除了有效解决农作物生产过剩的情况 也等于延续了这些农作物的生命 让民众可以透过多元又特别的方式 品尝这些蔬果 记者方坚凯林景于巴黎采访报道